韓國人每逢假日通常會做什麼呢? 踩單車、打棒球 到露天溫泉浸腳? 很熱, 幫我撥吧, 麻煩你 為了吃一隻蟹, 我可以去到多盡呢? 美女賣蟹你平時看不到 我瘋了, 不賣得來看看, 看看 寶貝, 是不是很掛念我呢? 在首爾早起床, 去購物 又好像早了一點 最好的當然是做運動 我看這裡有很多人踩單車 我也找一輛踩一下 踩單車環保又健康 很多國家都積極推廣這項運動 韓國也不例外 這個單車主題公園 就提供了很多場地 讓市民來踩單車 如果沒有一輛私家單車, 不怕 這裡有各類型的單車出租 好, 馬上回旁邊踩一下 為何打橫的? 是不是壞了? 糟了, 真是打橫的, 好好笑 我第一次拿著這個打橫的單車 為何要出來了? 不要被人看見… 四方形的單車 不知道踩上去會怎樣? 遇到媽媽都不認得了 太矮了, 我踩不上 我真的踩不上 好, 好像電單車那麼粗的單車 這些東西難倒我嗎? 我前面有四個人 可不可以讓我移開嗎? 我好像很尷尬一樣 大家看我踩不上 很害怕… 你看看, 很刺激的 其實它的輪胎, 你完全感覺到 一會兒… 就連馬桶、單車都有 你看看, 很貼心的 還有塗布 我想問踩的時候, 是蓋上蓋子 我今天去完廁所了, 所以不用踩 你有需要嗎?你來吧 這是什麼?火車? 不對, 自己可以踩的 很有趣, 有一條鬼 真的沿著這裡踩嗎? 好, 出發了 我現在要扔彎了 好嗎?可不可以給油嗎? 你有沒有看這輛車 為何到這輛車, 走不上去 玩而已 風景多好 又扔彎了 好,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我很累 現在踩順了, 又好像挺舒服的 我已經上手了 但一個人踩, 真是挺樂趣 這輛車子最適合一家大小 你看, 爸爸、媽媽 中間當然是坐小朋友 你看, 它挺細心的 還有這個安全帶 我先幫它扣 我們先好好好 好 其實他們也很聰明 很善用這種公共地方 就像這個橋 你會看到爸爸、媽媽 星期六、日帶小朋友來夜餐 或者一直看著兒子在這裡上課 很舒服, 但我們香港也有很多橋 但橋下面, 大家都好像沒有很善用 很浪費 踩完一輪單車, 是時候才得休息 好好欣賞一下這條漢江的風景 韓國政府早前為漢江花了幾十億韓幣 來進行修建工程 其中包括沿鑽江邊 興建了十二個休憩公園 而每個公園都有單車徑連貫 所以只要踩著一輛單車 很快就可以去到另一個公園了 來到這個公園 既然看到很多一家大小 情侶在草地上搭起帳幕休息 我也很想感受一下 你今天睡在這裡嗎? 不, 我們只要三小時至五小時 好, 五小時至五小時 你玩什麼?是在工作還是放鬆嗎? 在工作 在工作 原來真的會把公司的東西搬出來做的 我們在玩滑鼠 在玩滑鼠? 對 哦, 滑鼠 哦 接著我還要跟一對父子一起打棒球 最難得的是, 我打得這麼差 都肯受我玩 韓國人真的很友善 但我過了球, 碰到也算是這樣 第一次 其實這次已經是我第六次來首爾了 但過了這麼多次 跟朋友和家人來很不同 因為多了很多不是遊客區的地方 就像這個公園一樣 我覺得首爾政府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好像圍著這條這麼漂亮的漢江 總共有十二個這些公園 讓市民平日或者假日 可以一家大小來玩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聯誼一家人的感情 又或者可以舒緩一下平日工作的壓力 但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是很缺乏的 如果香港也有這種地方 那就好了 在韓國, 想由首爾到釜山 有三種交通工序可以選擇 分別就是內陸機、列車和巴士 而我這次就選了一輛KTX 即是高速列車 如果論時間 雖然坐飛機是最快的 不過計算了 check-in-check-out的時間 也是回到 又不至於坐巴士要浪費大半天 最重要的是 坐KTX可以沿途欣賞美麗的風景 所以絕對是一般旅客最佳的選擇 很重要的是, 平時看不到嗎? Ciso 很好, 來看看 我叫得這麼賣力 到底能否成功做到一宗生意呢? 就是一個小可愛的廟話 釜山是韓國第二大城市 也是韓國最大港口城市 正所謂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所以我一到步 當然要第一時間試試釜山新鮮的海產 韓國人特別是釜山這裡 都很喜歡吃蟹 好像這整個街市都是賣蟹 雖然我是巨蟹座 但其實對蟹也沒什麼研究 這隻很厲害 多少? 多少? 1公斤 7公斤 1公斤70公斤 多麼開心 整個怪獸的樣子 你看到牠的嘴巴嗎? 這隻超級皇帝蟹 賣三十萬元 即是港幣二千多元左右 其實以這麼大隻尺寸的蟹 都算值得吃 所以這個海鮮市場 每天都吸引不少遊客來光顧 不過老闆娘說今天生意不太好 於是我就自告奮勇 兼職做牠幫忙 不過還沒正式開工之前 老闆娘說要我跟蟹 先聯絡一下感情 好… 好… 先把蟹放進去 對… 一來就要我玩具毛霸 這隻很沙漫 像這樣? 可以 像這樣 好… 這隻腳 原來這隻蟹很重 很可怕 牠好像要我接受特訓 這個比較輕 這個好像比較善良 來了…過來看 蟹很漂亮 先看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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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為什麼 他教我講真的為什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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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賣一下你平日見不到 好… 買到你看看 你看看… 你一眼都沒看過我 很好, 來看看 生意真難做, 很累… 你好 你好 很便宜、很好吃 有一個嗎? 這個?這個? 有一個 好, 五萬了 好, 很害怕 五萬了 五萬… 是否放在這裡… 先放在籃子上 一… 三、二、二… 二、二、二, 好… 十一萬九千塊, 好… 好, 之前第一單生意了 謝謝你, 謝謝 站了半天 終於成功做成一單生意了 老闆娘還請我吃一隻 松葉蟹檔工資 太好了, 有得吃了 我覺得這個蟹好吃 手耳的醬蟹 因為手耳的醬蟹是一個字辣 這個不是, 這個真是清蒸 比較像香港人的吃法 你真的吃到那種鮮味、甜味 因為它們那邊不是辣, 而是生 不是生就是辣 這個起碼也有蒸餡 比較適合我胃口 還有, 就是來這些地方吃蟹 記得留在蟹蓋, 不要碰 為什麼呢? 你看到這些蟹嗎? 因為待會兒, 老闆娘會拿去炒蟹膏飯 很美味 它的紫菜和蔥很香 而且有時候, 剩一隻蟹和海鮮 我覺得不飽頭 有些菜餐廳就很好 非常美味 你很吃虧, pró喝 你很吃虧 你很吃虧 現在就差不多了 這些東西 看不出來 我今天去焦了 他很喜歡 那你還在那邊 你很喜歡 很不對勁, 你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 是白白婆婆來的, 為甚麼? 是不是一眼看光了? 這樣而已? 很像街坊福利會那些… 那些甚麼?噴泉那些 我看見每個人都拿一塊墊 然後坐下來就泡了 很熱, 很快走, 沒那麼多 你不熱嗎?你熱不熱? 很熱, 幫我撥起來, 麻煩你 汗真的很熱 但為何人們會來這裡浸溫泉 原來有個傳說 相傳很多年前 有一個婆婆經過這個地方 看到一隻白露, 她的腳受傷了 但當她來到泉水浸完之後 她的腳就好回來, 飛走了 之後這個婆婆也將她受傷的腳 來到泉水浸, 浸一下浸一下又好回來 所以這個傳說流傳開去 大家都來這裡浸腳, 醫病 心臟病人士, 或者高血壓 都不要你浸, 好嗎? 因為真的很熱 我感覺到我的心跳得很快 如果你有香港腳, 或者閃這些東西 也不要來浸, 當然, 對吧? 你多嚇一嚇一嚇旁邊的那個 其實我現在也很怕 這是普通的水 但對我來說已經很舒服了 真的好像過冷河一樣 其實這樣也不錯 你浸一下腳, 社交一下, 聊聊聊 你今天又來浸嗎? 是的 而且我想如果冬天 應該真的很舒服 來到韓國, 差不多一頓餐都是吃韓燒 在香港也經常吃, 沒什麼特別 但我看書就說明明這裡 可以一直露營, 一邊吃韓燒 但怎麼看都不像 找一條草子看看也沒有 明明是住宅區 難道被人騙了? 來哈哈哈 準備宵客 當日是游波 dolphins 原來是那間餐廳 被騙了 但是我找了太久, 我真的很餓 不管了, 只有吃 这间以露营为主题的餐厅 里面佈满露营用品 等客人进来就像自身郊野 一边扎营, 一边烧烤 这里有很多露营用具 这些闻香热, 灯, 这系列面的灯 这是什么?灰? 这是紫南针, 好笑, 我以为是灰 你看这个多大的影子 好, 我就决定在这里扎营, 吃烧烤 我先试试自己放置 味道撈影, 所有東西都要自己DIY才像樣 做這些串燒, 哪會難得到我 你看, 我要多一點, 我太高寒了 好像包到別人的火腿都好像爛了 為什麼我的條那麼長呢?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是鵝包的, 這個是老師包的 是嗎?你也像不像嗎? 我那些沿著湧出來 弄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吃了 最有趣的是他們把餐具帶來這裡 為什麼沒有碟?這麼好笑 難道這裡不流行用碟?果然是露營 轉了一盆肉 可以讓你直接放在這裡 挺方便 但是其實這裡燒真的挺焗的 對, 就是露營 但平時你看到人們去露營 是在一個營外面燒的 你什麼時候看過人們在營外面燒 可否可以打開那個窗 我真的是出油, 出汗 真的挺燒熱的 你看到煙呢 不過跟一大群朋友來 真的挺有風味 我真的很累 別開玩笑 馬狗還沒有?馬狗一起踩 很大的蟹 對, 看看吧 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 是否真的要等到有人來買才能吃 對 現在應該可以的 新陳代謝, 什麼都好一點 真的出了一身汗 難怪我看到他們又大了 真的很熱 不行, 很熱 很厲害, 你看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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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